然番剧场!然番啦! 伴随着机械轰鸣的运转声 数据操控台前的屏幕随之亮起 点开检索栏 他输入了宇薇二字 宇薇的留言箱顿时浮现 里面除了有留言之外 还有大量的视频与资料附件 带着好奇 他开始翻看内容 置顶的第一条信息就是附件视频 点开视频之后 画面中浮现带着眼镜 穿着兔子睡衣的浴衣 只见他一脸慵懒地望着镜头道 啊,臭小子 看到这段视频 你肯定已经来到基地了 油箱里都是我留给你的信息 穿越时空的对话正式开始 一 你死后第六年 也就是凌染推出血肉计的第二年 我们在科技研究院的全方位打压下 已经应付不过来了 所以干脆搬来了星红秘密基地 过上了隐居生活 我欲为往后 就是一名光荣的地下党美少女战士了 二 你说过反渗透计划肯定会失败 但我们还是没有放弃 毕竟 没有人会愿意欺负于命运的安排 我们还是决定将这个计划进行下去 但送往爱世界的战士都与我们失去了联系 这个计划我算是一眼看到头了 正如你所料的必然会失败 三 你是不是很好奇 我给你留下的礼物是什么 其实我给你留下这里有礼物的信息时 我甚至连制作这个礼物的计划都还没展开 只是做好了初步的规划 算是提前给了你一个空头支票 五 基地内一切都好 但为了安全 没法和外面联网 所以无法继续在邮箱中给你留言 许多信息 只能等到你来后才能告诉你 你说需要木晴的身上那颗晶石 小小木晴的克隆才能成功 但我没有放弃 我就是这么一个 固执死板倔强 前美貌与智慧并存的 美少女精医学专家 发现我们有一个相似的特点 认定的事情不撞南墙不回头 哪怕知道结局大概率是失败 却还是不愿意选择放弃 以我对你的了解 盲猜你每次蔚蓝梦境中被小孩杀死前 都会进行垂死挣扎 不会吧 我真的猜对了 哎呀 好可怕的老女人啊 竟然把你看得如此透彻 简直就是大预言家呀 继续翻看后面的内容 爸 给你透露一下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信息 符文改造人计划 现阶段在人体实验方面 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 但在其他动物身上植入符文晶石的实验 研究非常少 甚至毫无基础 你的能力是杀死领域生物 然后吸收它的天赋能力 所以 我打算给你定制一个有用的天赋技能 帮助你变强 情报信息很重要 可等到一切都水落石出的时候 实力同样重要 你对自身实力的提升可不能落下 你说 上次未来献我养殖了麻辣大龙虾 帮助你提升了不少实力 这次 我打算换一种生物 你说旁白儿子让你走体修路线 未来梦境中的你没有肉身 只有骨架 嗯 经过本美女的深思熟虑 决定这次的养殖生物为 脚富族蜗牛 这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蜗牛 外壳一共有三层 主要成分是硫磺铁 非常坚硬 刀砍斧垛也伤不了它 布箱子弹打上去也毫发无损 它也是早期军队研究装甲 头盔时参考的对象 它也绝对是自然界中 骨骼硬度最高的几种生物之一 如果你能获得它的天赋能力 那么 你将拥有一副铁骨 再加上你的自愈能力 近战能力必然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近战才是真男人的浪漫 老女人说近战它是真男人的浪漫 这点我同意 但你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老女人说 你称我为旁白儿子这件事吗 你听我讲评 不是 你听我解释 这是未来现在我说的 不是现在的我说的 你要知道人设会变的 未来的我的想法和现在的我的想法 肯定会因为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某些改变 就例如这次未来线 未来的我明显偏离了我的规划 对于风奇的解释 旁白很快给出了回应 我呸 十一 浮温精神镶嵌再次也失败 这傻逼蜗牛的体积实在太小了 相见浮温精神的过程非常容易出错 还必须用体积较小的领域生物身上的浮温精神 来进行实验 一番挑选后 我选择了银乐鼠 它身上的浮温精神体积较小 但对于灵脚富足蜗牛来说 已经快占据它身体的三分之一了 想要成功相入浮温精神 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十三 已经死了好几十只蜗牛了 气得我做了一盘爆炒蜗牛 啊 香得一屁 被灵气滋润的蜗牛 就和螺蛳一样 所以大口就能吸出粉嫩的肉来 不行 我得让战斗三队的队长再去帮我整一下来 就说实验需要 十五 在天赋这一块 我欲为果然是天选之子 浮温精神相见成功了 现在小窝正在与浮温精神融合 生命力强度也在不断提升 本美女怎么能这么厉害 忽然间想到 镶嵌浮温精神的小窝 应该更美味了吧 想着想着就饿了 算了 把它留给你了 到时候你就是拥有钢筋铁骨的活死人了 记得感谢我 如果能在未来找到我的木 记得给我上炷香 磕几个想头感谢 浩梅 玉威是不是你亲戚 我只有一个亲人 那就是你呀 奇才 十九 最新得到的消息 吕月战死了 她带着下属不断偷袭 琥珀研究院的分基地 但终究有失守的时候 被琥珀研究院下面的几个顶级领域战团包围了 逃无可逃 只能死战 最终 吕月与下属全军覆没 但那几个领域战团也折损了近半成员 吕月的死 我觉得太可惜了 这小子真就是个莽夫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教的 死脑筋 本来我们新红研究院打算招募她成为战斗八队的队长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拒绝了 还说死也不愿意躲入地底 战死才是战士的归宿 要是我在 我肯定呸她一大口 这小子在你身边的时候 也这么能装吗 到死了还在装酷 她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成为领袖 下次未来线 换个人来带领 破晓组织 其实我觉得 你就非常适合当一个领袖 对于你其他方面的天赋 我就不做评价了 你心里有数 但我肯定你适合当一个领袖 坚定意志 有效行动 亲和力 明确目标 我发现 你有适合当领袖的所有特质 在你死后 你身边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你 尤其是会须 在你死后更是大车大悟 人生轨迹发生了偏移 再也不是那个混车等死的和尚了 你在的时候 也是始终影响着他们 当一个领袖看中的并非是自身的实力 它的存在对于身边人的意义 远比实力更重要 就像是 风遇见了下花 增添了绚丽 雨遇见了种子 就摧发了生命 你能使身边的人变得优秀 仅凭这一点 你就有资格成为一个优秀的领袖 三十二 唉 头疼 明角富足蜗牛的寿命 没有龙虾那么悠长 即使我提供安全的成长环境 他也活不了数百年 所以我必须想办法解决他寿命的问题 三十三 今天开会的时候 我提了一嘴小窝的事 众筹想法的时候 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建议 其实我不一定要让小窝回几百年 完全可以让他繁衍后代 用繁衍的方式撑到你来 到时候小窝虽然已经死了 但他的子子孙孙肯定还活着 但这个方向也有一个头疼的问题需要解决 那就是资源的问题 我指的资源并非是养大批小窝 导致基地内的资源不够用 与麻辣那种成长中 体积不断增大的生物不同 小窝的食量并没有那么恐怖 问题在于我们活着的时候 小窝的繁衍还能在可控范围内 可等我们死了 繁衍就会失控 说不定 我们留下的能源还未等到你来 就被小窝的子孙后代吃完了 然后 他们也会在后续的日子里 因为没有食物来源而饿死 不行 我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35 本美女怎么能这么聪明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制作一套小窝猎杀器 具体想法是这样的 在培养小窝的风格间里 安装一套生命检测系统 只要小窝的数量超过一定数量 就会从天花板上伸出武器 对多余的小窝进行清理 保证数量始终不会失控 小窝是无性繁衍的生物 倒是不需要担心男多女少 亦或是女多男少的问题 杀的时候也不用担心破坏繁衍平衡 69 心态崩了 发现小窝在相入符文精神后 竟然失去了繁衍能力 似乎小窝在被符文精神改造的同时 基因蓄力也发生了改变 导致无法繁衍 我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